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9号星期一 北京时间应该是3月8号的 晚上的10点53分 上海宝山区维路宝钢股份厂 它的一个四高炉发生了爆炸 这个是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爆炸 官方的消息说的是厂区内一高炉的热风管道机器损坏 导致内部的高温气体喷出 所以不是爆炸 是高温气体的就喷出来了 这个是现场的视频 这是现场视频 这是现场的视频 我一会把视频链接搁在我视频下方 自己你看看你觉得是爆炸了 还是高温气体喷出 咱也不知道 反正官方那么说咱就这么听 好不好 官方说就是着火了 然后高温气体喷出了 然后视频里 反正我们能听到爆炸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 如果要没有视频 我们也说不清楚 对吧 有视频在那 那么当然看视频也是不一样 对吧 1000个人看哈姆雷特 就1000个哈姆雷特 所以你们看的视频 自己去判断 对吧 好吧 这个消息播放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